好 好 博士 你很厲害 一學就學會了耶 沒有啦 對啊 博士 沒錯 這句話就是 阿迪最喜歡人家這樣對我講了 就是 一起練習一遍 很輕 很輕 按字聲 那這次的才藝表演 就決定交給 交給我 那我要練習一下 不對啊 那可愛妹 妳要做什麼啊 我 我當然是做我最擅長的 觀眾 等一下 我覺得博士剛剛 一個人這樣吹笛子 好像有一點點 無聊 有一點單調 那不如可曖昧 你就負責 搭配著笛子聲 跳舞 我棒舞喔 對啊 你沒看過那個電視上 印度人 他不是有吹笛子嗎 那前面就會放一個箱子 就會 跑出一隻蛇了 在跳舞啊 你的意思是 我要當那隻眼鏡蛇嗎 那隻蛇啊 其實啊 不是在跳舞 他是在 生氣 來 要聽 讓他音樂 快點 走吧 咻咻 拜託你不要再吹了啦 是不是很好聽啊 有沒有想跟著我的音樂 跳舞啦 好聽 那馬幫幫忙 耳朵有問題呀 明明就超難聽的 你的才有問題吧 你看 蛇小弟他很喜歡啊 喜歡 怎麼可能 明明就不好聽啊 哼 不信我試給妳看 蛇小弟啊 你真的覺得 好聽嗎 什麼難聽 你剛剛還跟著我的音樂 一起跳舞啊 我不是在跳舞 我在生氣 我不像別人 有手可以捂住耳朵 所以我生氣的時候就會這樣 還是離它遠一點好了 蛇在生氣的時候啊 會站起來想要比敵人高 可是因為牠身上啊 沒有硬硬的骨頭 所以會站不穩搖搖晃晃的 大家就以為牠在跳舞 其實蛇的聽覺很不好 而且是靠震動來感受四周的環境 所以蛇牠這樣晃來晃去 是因為生氣 而且牠在找機會 很鏘喔 阿滴答對了 有了 不然這次的才藝表演 我跟阿滴幫你一起辦舞 好主意喔 什麼我們兩個 我不會啦 我沒有啦 沒關係啦 可愛妹 你來教牠跳舞 好... 我來吹笛子 來 跟我一起坐喔 不會啦 一二 一一一 他一直踩我的腳啦 對不起啦 我是說我不要這樣舞嗎 不是 我不要這樣吹啦 大家好 我是林彥哥哥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喜歡的話請按下訂閱鍵 如果想看到更多精采的節目 請看這邊